茶饮农药风波持续扩大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第二波茶叶抽验的结果 44件当中有三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 里头包括了知名茶饮连锁店 橘子工方以及西角亭都有农药超标 全部都必须要下架回收 下午茶时间一到手摇杯茶饮店的生意抢抢棍 饮料接着一杯卖出去 丝毫没有受到之前花茶农药事件影响 不过还是有些消费者会担心 暂时不买花茶系列的相关产品 我现在就是选水果方面的 就是如果是纯水果或是鲜奶部分 因为我都固定喝同一家 我觉得他那家不太会 所以照样有喝茶饮 有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第二波茶叶检验结果 四十四件产品中有三件不合格 包括橘子工方北投中和店的绿叶红香边四季春 还有不得检出的沙草剂草剂草剑 还有茉莉绿茶则是被检出农药杀虫剂分普尼超标 而南洋街西角亭的红茶也是分普尼超出标准 全部都必须下架回收 他这些茶叶都是有制茶厂混茶厂有混茶 所以目前真正的来源 各县市卫生局都在帮我们理清当中 而被点名的橘子工方则是发出声明表示 北投中和店和总公司已经没有合约关系 而且该店茶叶是自行叫货 另一家西角亭则是在声明中强调 这批问题茶叶是新口味测试使用 并没有上市 记者赖许米丘福才台报道